哎呦 這是它的招牌 這有鰻魚乾的 就沒試過鰻魚乾 知道有乾不乾吃 所以我們今天是出體驗 非常地睡 而且它的鰻魚真的是入口即化 而且不會太鹹喔 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什麼腥味 沒想到這裡是餐廳耶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他在橋下 不是 對 他在那個地鐵下面 這邊竟然是餐廳耶 但我第一次來 找到了 我們現在進來了 然後看一下它的Menu 這裡 這兩個 這個是有加鰻魚乾 這個是沒有 然後他這邊有三吃的 好 這邊有大的 好 我頂都剋到了 好 這是我們今天山上來的第一個小菜 好 那我來 我要來吃吃看 嗯 很好吃啊 很清爽 而且它的小黃瓜為什麼 莫名的甜味 因為有加糖 嗯 嗯 所以很好吃 哇 這一道小菜真的是 美味 而且 它的醬汁還有一點點的微辣 雖然我這種不吃辣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這個醬汁你看 這果然你看 它這邊有一點微辣 有沒有 這邊有點辣的那種 那好吃 好吃 Oh My God OK 還不吃 哎呀 這個是有鰻魚乾的 所以我沒試過鰻魚乾 不知道有糖感吃 欸我 所以我們今天是初體驗 對啊 然後這次他們的那個 一樣置物 好 然後這是他的招牌 我們來試吃一下 好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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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好酸 好酸 這下是不是很棒 很棒 很棒吧 欸你可不可以試吃一下鰻魚乾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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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在這裡 那你可以試吃一個看看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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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嗎 厲害的麥魚飯是沒有吃的 我是覺得還是要稍微吃了 稍微小心 因為有時候會有點省 哎唷 怎麼樣 我覺得我可以回到外面 吃很棒 嗯 可以 好酸 很棒吧 好棒喔 哇 這個炭烤香味超香的 我要拿來罷飯的 你知道嗎 脆的 炭烤的這一面 脆的啊 很脆耶 這裡這一面 非常的脆 而且他的鰻魚 真的是入口即化 而且不會太鹹 也沒有那個 也沒有什麼腥味 對 沒有腥味的重點 而且我現在 我現在是沒有吃到吃 但是我很好吃 哦 日冷飯就都不吃耶 超酸 不配日冷 然後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那他這邊有 這邊有吃 沒有拍到嗎 這邊有一點吃 嗯 對 所以還是小心一點 對 剛剛會錯了 有少小心一點 等一下我想出體驗吃一下 鰻魚乾 鰻魚乾 我沒有吃過 我覺得它乾的味道沒有很重 但是內臟的味道 我可以接受 還可以 因為我在台灣 我也會吃內臟 這還好 它有點像是 我們去吃那個 串燒 串烤 但是我認真說 鰻魚乾 我倒覺得還好 沒有鰻魚本身吸引的 因為鰻魚很最強 對對對 這個也是鰻魚耶 這也是鰻魚 白燒的 白燒的 我跟你說 你賺到一個質量分 因為你不能 下面有小黃瓜 我想配個吃吃看 賺到白燒的 它其實有白燒鰻魚 沒有點白燒的 他說白燒不要吃到 鰻魚本身的味道 這個小黃瓜 剛好把這個鰻魚 它整個原味 秤過出來 很清新 很清爽 但你吃不爽 給我 拿拿 爽 賺到一個 好那我們繼續吃到 用這個湯 蛤蜊湯 來一個完美的一點 很清爽 很清爽 因為其實剛剛的醬 你吃到最後 你會有點 感覺有點鹹 蠻好配跟合力 來啦 怎麼樣 你覺得 Ending了 我覺得你最後跟那個 韓國的妹子聊天 那個妹子蠻可愛的 你幹嘛在裡面講出來 我晚演出來 你知道他在結帳前 在跟妹子聊天 他以為台灣的本事 就是一個韓國妹子 不是 是他不知道怎麼點 然後呢 他就翻到那種 不是招牌菜的 我馬上把它翻回來說 點這個就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說完了 有夠嗎 你真的覺得讚不讚 好讚喔 超吃超飽的 就要跟大家吐槽一下 就是 他的店沒有兩邊 我們可以邊吵 然後 這裡 然後 來的時候 一邊有 服務人員 然後 兩邊都是嗎 然後他要禁止 不管服務人員 走進外 然後再吵另外一個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走進去 然後被服務人阻止 他讓人家圖房 哎呀 幹嘛這樣啊 為什麼 一邊有人一邊沒有人 今天只要走 沒有人那一邊 總之 這家店的相關訊息 我會放到資訊欄 老師 目前我吃到日本 今天最好吃的 那你們要的話 自己過來吃囉 拜拜 是 有 你 有 你 有 你 你 你 哭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